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结婚前一天到海边游泳 却遭海浪卷走 生死未普 国安会下周一探讨有限行管令 是否延长 首相将在元旦前夕公布决定 美国田纳西州圣诞节发生汽车爆炸 三人受伤 通讯服务一度中断 登家楼一名准新郎原定今早和另一半 举行婚宴 洗劫连礼 但没想到男子昨天傍晚到海边游泳时 却突然遇上大浪来袭 准新郎不断呼喊求救 却等不及助援 随着汹涌浪潮 失去踪影 至今下路不明 恐怕凶多吉少 失踪者是31岁的纳西州圣诞 纳因哈里里为了举办婚宴带着家人 从首都来到登家楼马江 入住当地一家海边度假村 纳因的妹妹发现哥哥在海里求救 但来不及叫人救援 眼睁睁看着他被大浪带走 另外 瓜拉乌浪也有一名男子 结伴到海边游泳 最终被海浪冲走 目前搜救队伍已经扩大搜寻范围 但由于浪潮太大 增加搜救难度 雪岚书邦赛也在圣诞节这一天 发生一宗家庭悲剧 导火线竟然是因为准备的食物 分量不够 一名缅甸籍首套工厂员工 因此对妻子失忆家暴 妻子的姐姐试图劝嫁 却不幸遭妹夫一刀捅死 这起命案昨晚七点 发生在一栋组屋单位 一家三口都是缅甸人 事发当时 喝醉酒的四十二岁嫌犯 因为不满食物分量和妻子起了争执 甚至发狂拉扯妻子头发 还拳打头部 四十五岁的死者试图当何事佬 没想到嫌犯拿起刀子朝死者背部 刺了一刀后马上逃走 死者当场死亡 一个小时后 警方在案发单位楼下逮捕嫌犯 并在命案现场找到凶器 案件将在刑事拔点 第三零二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彭亨劳务一只野猪误闯住宅范围 结果掉进粪坑里 劳动消防员出手解围 双溪割央消整局昨天下午五点左右 接获民众投报 劳务肯直驱有一只野猪 掉进了住家外的粪坑里 七名消整员赶到现场后 用绳子和木棍帮助野猪脱困 但由于野猪凶猛 救援队伍耗费半个小时 才将它救出最后放生到附近的山林里 政府在国内几个州属和地区落实的有限行管令 还会再一次延长吗 国防部高级部长南都斯里 伊斯曼沙比里表示 国安会将在下个星期一 以住是二十八号开会探讨 首相单司里慕尤丁将在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新年 特别现此中宣布政府的最终决定 Y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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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明年的新学年开课日 会不会再随着疫情的演变而更动 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到首要媒体节目受访时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暂时没有任何更动 全国学校将会如期在2021年1月20号开课 无论如何 教育部还是会随时跟进卫生部的指示 如果有任何最新指示 也会对外公布 为了防控疫情继续扩散 各国政府不敢怠慢 就算在圣诞节这一天也照样赶路 争取时间把疫苗送上 意大利和希腊都在同一天收到第一批疫苗 来临的星期天就会启动接种计划 意大利购买的首批9750剂 辉瑞BioNTech疫苗 当地时间25号早上 运抵意大利境内了 载着疫苗的大货车 从意大利北部边境口岸 布伦纳驶入 在宪兵的护送下 开往首都罗马的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医院 之后就会分发给各个区域 跟欧洲几个国家一样 意大利将会在27号 星期天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医护人员将会优先接种 接下来每个星期 还会有大约30万剂疫苗送到意大利 意大利最近的单日新增病例都是五位数 总确诊病例在圣诞前夕突破200万宗 超过7万人死亡 另外同样订购了辉瑞疫苗的希腊 也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收到了第一批一共9750剂疫苗 这批从保加利亚边境站点入境的疫苗 已经送到希腊首都雅典医院 希腊总统和总理27号会率先接种疫苗 医护人员 社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养老院长者和工作人员 以及政府关键部门工作人员都会优先接种 明年2月开始才会轮到70岁以上的老人 再到年轻的普通民众接种疫苗 疫情爆发以来 雅典已经封锁了两次 截至圣诞节前夕 死亡人数高达4457人 至于已经在更早前获得疫苗的沙地阿拉伯 已经在17号启动接种计划 沙地卫生部长拉比耶是第一批接种的人 星期五沙地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 也根据卫生部的指示施打疫苗 并表示这是新冠疫情危机结束的开始 沙地的总确诊人数超过36万人 6000多人染疫死亡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5号 在圣诞至此中呼吁各国领导人 企业和国际组织不要相互竞争 而是应该携手合作 分享新冠疫苗 让人人都能获得疫苗摆脱疫情 疫情所必 今年圣诞 大多数人只能待在家不能群聚共庆 教宗认为这是一个让全人类 重新发掘家庭的机会 珍惜和最亲的人相聚的时光 疫情之下到处封锁 今年圣诞有别于以往 罗马圣彼得广场一场冷清 就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每年圣诞在中央阳台上至此的环节 也更改了 改在梵蒂冈室内大庭举行 人们透过电视或网上 聆听教宗讲话 听见他呼吁人们要反思 珍惜和家人相聚的话语 确实是这样 尤其是疫情告急的西方国家 今年圣诞人人都不能外出 让圣诞回归到最原始的初衷 尽管疫情打乱了今年的圣诞 但是罗马市民还是乐观相信 未来一切会变得更好 而在英国 14岁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发表圣诞演说时 对无法和亲友 一起过节的人们 送上温暖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女王也在演说中 表扬努力抗议的医护人员 以及挑战在自家后花园走一百遍 替医护人员募款的英国二战老兵 摩尔等等 赞扬他们展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 跟大多数人一样 英国王室成员今年也不能一同做礼拜 英女王和99岁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留在温莎堡过节 当然今年也少了哈利王子 梅根和阿琪在身边 多佛港卡车堵港危机终于解除 4500多辆重型卡车 在1000多名士兵的帮助下 展开病毒筛检后顺利离开 欢迎回来 圣诞佳节清晨 美国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市中心 惊传爆炸事件 一辆休闲汽车 在街道上被人蓄意引爆 造成三人受伤已经送院治疗 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时间 星期五清晨五点半左右 现场不但黑烟弥漫 强大的爆炸力 更导致大范围通讯中断 警察住院呼叫系统陷入瘫痪 另外美联社引述两名冲 执法人员消息指出 警方当天在纳什维尔市中心 也就是爆炸地点附近 发现了人类残骸 但目前还不清楚 遗骸是否和这起爆炸案件有关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着手调查 民众受促暂时不要前往市中心 以侧安全 局势向来动荡的中东加沙地带 圣诞节的这一天深夜 再次传来警报声 以色列军方证实 当天晚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武装人员向以色列南部的阿什凯隆 发射了两枚火箭弹 不过火箭弹成功被以色列 防空系统铁球拦截 虽然如此 还是有听到警报声 慌乱中逃命的三名以色列民众 因此受轻伤 不过被指控发射火箭弹的 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组织 暂时还没有表示 对袭击事件负责 一巴冲突由来已久 但近几个月来 却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冲突稍有减少 俄罗斯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发生疫情造成15人死伤的严重车祸 一辆公共巴士在西部一条道路上转弯时 失控撞进深沟里翻覆 整辆巴士毁不成形 至少四个人死亡 十一个人受伤 四名死者当中包括三十二岁的巴士司机 伤者当中有一名十岁男童和一名十七岁少女 目前他们都在医院救治 当地警方怀疑 可能是巴士司机开车时不小心睡着了 才会酿成这起悲剧 多佛港是英国南部连接法国的通欧重镇 但法国却因为英国出现变种新冠病毒 全面禁止来自英国的物流人员入境 这也导致上千名货车司机在圣诞佳节的这一天 被迫滞留港口 随着英国和法国政府终于达成共识 重开边境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也开始缓解 滞留在当地的四千五百多辆重型卡车 在一千多名士兵的帮助下 进行大规模新冠筛查后终于离开了英国 这里是英国南部的多佛港 数以千计的卡车司机在圣诞佳节期间 受困在长长的车笼内 无法和家人相聚 由于英国开始出现新冠病毒的变种毒株 法国从上个星期日开始全面禁止 来自英国的物流人员入境 将近四千名当天执勤的货车司机 被迫滞留在港口无法动弹 随着法国和英国达成协议 法国政府宣布 从星期三开始允许卡车司机入境 但前提是 所有人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新冠病毒检测 只有结果成阴性的人才能获准通行 我感觉不错 因为我年轻和强烈 这是困难的工作 是困难的工作 为车车司机 是路人 你必须强烈在整个方式 我为我是正常的 但有些东西 为了加强检测能力 英国政府已经派遣一千多名的士兵 前往多佛港协助医护人员进行检测 另外法国政府也安排消防员 前来协助英国军方检测司机 波兰国防部则派出救援团队 派发饮用水和食物 给受困在车笼内的司机 英国运输大臣沙普斯在推特上说 截至星期五晚上 已经有超过4500辆卡车离开了英国 他也透露 他们一共进行了1万多次新冠检测 其中有24个检测结果呈阳性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正常情况下 每天有多达1万辆卡车经过多佛港 因此当局有必要加强病毒检测速度 才能舒缓交通路况 英国伦敦的汉普顿宫 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背后令人毛骨悚然的百年闹鬼传说 更是工变巨大的吸引力 欢迎回来 适逢圣诞节南欧地区暴雨成灾 葡萄牙西南部马德拉群岛部分社区 星期五遭遇洪水清洗 洪水几乎淹没主要道路 路边的车辆被迫爆销 就连当地一座坟场也浸泡在洪水之中 根据一名消防人员在车内拍摄的画面显示 滚滚洪水从高处清晰而下 所有车子几乎动弹不得 水位高涨之下 位于较低洼地区的坟场几乎没定 这场洪灾也引发山泥倾泻 破坏马德拉群岛北部地区 房子被摧毁 数十人被迫紧急撤离家园 目前当局暂时还没有公布 人员伤房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普顿宫是一座 介于十六世纪的英国老王宫 两百多年来闹鬼传闻不断 有游客宣称曾在游览王宫期间 看到一名手持蜡烛的白袍女子 徘徊在楼梯口 也有游客声称曾经听见女子悲痛的喊叫声 然而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超自然现象 却让汉普顿宫成为游客到访的卖点之一 我们也跟随镜头到汉普顿宫走一趟 英国伦敦的汉普顿宫是世界上著名的宫殿 曾是英国王室的官邸 但后来王室成员迁出后 便成为了当地著名的人文历史景点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但更受游客关注的却是这里的闹鬼传闻 这座建于16世纪的英国老王宫 曾经发生过许多戏剧化的情节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英国国王亨利巴士的第五任妻子 凯瑟琳因为被指控通奸 必须在王宫内被处死 临死前凯瑟琳还苦苦要求 希望能够当面向国王身边清白 但始终没有如愿 在这之后 走廊内就不断传出痛苦的尖叫声 不少人认为凯瑟琳从未真正离开过 有点诚 有点诟 是第一个人 抓到这门 看着是一位小女孩 一件女孩 一件的白衣 走到这门 然后转走到这门 而带走得出来 就像当她被车载 被车子 据了解 凯瑟琳并不是唯一一个 游荡在宫殿内的女幽灵 亨利八世第三阵王后 简西摩 在为王室生下唯一男继承诊 爱德华六世十二天后 就在这个楼梯上面的房间里试试 按照当时的王室传统 女王的心脏必须被移除 埋葬在白金汉宫的皇家礼拜堂内 过了数百年后 还有不少游客表示 曾看见一名身穿白色长袍的女士 收持蜡烛在楼梯口上徘徊 汉浦顿宫建于十六世纪是一座通体红楼梯 专的传统宫殿建筑 一千两百多间的房间 竟显奢华富贵 却也无情地见证了数个爱情 和亲情分离的悲痛局面 如今这些流传数百年的恩怨情仇故事 也成为了招揽游客的最大噱头 美国俄勒冈州的乌母浦夸河 有一名男子乘着圣诞佳节 装扮成圣诞老人在河上滑艇 惊险刺激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是刘湘玲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